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再KTV玩耍 随后 陈思成送一位白衣女子回酒店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酒店 非常小心 陈思成到酒店已经十一点半了 晚间 女子来到陈思成房间敲门 二分钟后 陈思成开门 女子走进陈思成房间 据悉 该女子唯一次参养西游记女儿国 那女演员琪琪 随后 凌晨2点58分 另一位女子满肩来到陈思成房间 据卓伟介绍 狗仔大圣是他的徒弟 早前卓伟还力挺 长言道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徒儿 江湖凶险 猥琐发育 别太浪了 责任编辑 李志正 UK005 分享 在相关日读 曾志伟读马赢1430万 儿子坦年没有分得预备更日前 据台湾媒体报道 63岁港星曾志伟去年 以电影《以面无名入围》金马 虽最后抱叛空手而回 但演技再度受到电影圈盛赞 除了嗨片 他平常爱玩赛马 前一支IG卡加动力去年 在赛事中暴毙死亡 让他损失七位数港币 不过年底他突变好手气 花2600元港币 约人民币2319元 买联影 大众1600万元港币 约人民币1 427万元 曾志伟在上个月底 跑马的夜马赛事中 大赢进1430万元 7日他名下的马匹品 自高又在澳门暴冷赢马 手气旺道不行 据悉他已经宴请一票好友庆祝 除了请私厨 他还拿出大量清酒 红酒 威士忌和香槟等让大家畅饮 之后他更打算送大家去日本玩 相当大方 曾志伟儿子曾国祥被媒体问到此事 低调承认老爸赢马 却有此事 但我不知道detail 细节 我 不是从我爸那知道 是我另一个朋友跟我说的 读马我不熟 所以不知道他中了什么 我只知道挺大的一笔钱 问到老爸有没有分一杯羹给他 曾国祥笑说 没有了 他开心就好 宫安两女共处一室 陈思成总统套夜会两女搜狐娱乐训 据全明星探报道 疑似陈思成在总统套房与两女共处一室 当日晚间 陈思成先与朋友吃饭 然后再KTV玩耍 随后 陈思成送一位白衣女子回酒店 两人一前一后 走进酒店 非常小心 陈思成到酒店已经十一点半了 晚间 女子来到陈思成房间敲门 二分钟后 陈思成开门 女子走进陈思成房间 据悉 该女子唯一次参养西游记女儿国 那女演员琪琪 随后 凌晨2点58分 另一位女子晚间来到陈思成房间 据卓伟介绍 狗仔大盛是他的徒弟 早前卓伟还立挺 长颜道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 徒儿 江湖凶险 猥琐发育 别太浪了 责任编辑 李志正 UK005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广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